已经曾经写发几乎是必然的 华尔街也不例外 不要说中间可能中间只是一个先生而已 好 谢谢这个和平先生的点评 那么也给大家插播一条突发消息 来自纽约时报 就是拜登总统现在呢 是正式的向自己的顾问披露了 他有可能会退出选举这样一种可能性啊 那么这呢是纽约时报 在大概十分钟之前的一篇突发的新闻 大家在屏幕上看到了 拜登总统表示 现在自己也在权衡 是不是要继续这一场竞选活动 那么目前呢 他的计划仍然是继续下面的竞选活动 但是他也明白 现在扭转局势 对于自己而言已经是难上加难 他也十分清晰的 向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身边的顾问表示 接下来的几个环节 首先是接受ABC记者的独家采访 然后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 这样的一场竞选活动 不能再出现任何的失误了 如果再有失误很有可能已经无法挽回局势 所以这呢是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国时政政局的相关的变化 我们现在呢在六度解析栏目中啊 已经有AI系统为大家总结整理了相关的消息 节目已在制成之中 稍后大家就可以看到 纽约时报这一篇独家报道的相关内容 OK 何平先生 OK 非常非常重要的消息 其他新闻都不重要了 这个是最重要的 未来几天的安排 从昨天晚上几时开始出现了某些异样 第一个呢就是啊 何景丽啊就是表现出更加强劲的这样一种形象开始出现 今天早上我已经注意到了说何景丽正日别了几天啊 几年时间现在开始表现自己了 第二个是加州的加州加州的州长 纽纣已经到了华盛林DC好像是好像是对 但是呢纽纣到华盛林DC表示他要震撼啊 不是他是双向的 昨天晚上我在节目里点了 纽纣是以支持班人总统的名义来试探自己是不是可以接班 所以昨天晚上我就跟他点破了 纽纣就是一个让他自己野生很大 那么中国的观众真是给予他很大的这个期待 今天早上有个消息说现在啊 讨论班人的接班人纽纣是第一大热门 现在未必要好我可以跟你说 两件事情很悲剧 对于民主党来讲 班人总统的表现是个悲剧 但是一个更大的悲剧有可能是选接班人 好谢谢这个何明先生的这个 也不能说悲剧吧闹剧吧 或者是好玩吧 但是我们也说啊 这个拜登如果是现在退出竞选 接下来的人其实面临几重麻烦和挑战 如果是选现在的副总统啊 这个哈里斯贺锦丽女士的话呢 有一个好处是拜登总统之前的这个竞选资金 在现在的竞选法律之下可以直接归由啊 这个贺锦丽 那么我们知道因为之前的这个这个这个 上面就是拜登和贺锦丽啊 这是比较相当于比较顺理成章的一步 但是呢贺锦丽也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呢他本人在整个全国范围内啊 受欢迎的程度 特别是在传统的一些我们叫做摇摆州的受欢迎的程度 是远远不及民主党内其他一些更为温和的人选 甚至有一位共和民主党内重大的捐献者说 我们宁可让一个已经死了 或者是陷入昏迷状态的拜登出来选 也不可能接受贺锦丽这样的一个人选啊 所以这也对民主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而如果换其他的人来出来啊 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 不管是加州州长纽森也好 还是密歇根州的州长格雷琴也好 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个竞选资金是不是要从头来过 我们也看到在刚刚过去的六个月里面 川普前总统的这个竞选的捐助 已经是反超了六个月同期内的拜登以及贺锦丽 这样的一个啊 这个 ballot这样的一个选票捐助 所以啊美国大选现在是越来越有趣了 其实说实话我在2023年同期的时候 如果让我看2024年大选 可能想象不到会出现这样戏剧化的转折 还要讲啊 昨天的路透社的一些民调啊 已经印证了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啊 就是在民主党只有一个人 透过半证啊 透过这个会跟川普进选他会赢 那就是奥巴马的夫人这个米歇尔 这个呢 这个是我们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这是美国政治很好玩的地方 客人带来了 推出自己的夫人 老布什输了 推出自己的儿子也成了 现在奥巴马的夫人最大的问题是 他厌恶政治 他的政治没有兴趣 但是没有兴趣吧 这也符合了一个新的条件 就是不准可以得天下 看看民主党能不能劝 能够劝出这个米歇尔 如果米歇尔出来的话呢 第一 将是一套 傻 我怎么能形成这个词啊 找不到形成词 不行不用了 但是我跟大家讲的就是一键双调 来的一个非一的啊 来的同时又是一个女性 那美国又是重新灿烂了 美国啊 总是一个不断出现奇迹的国家 好期待这一次也有更多的奇迹 特别是对我们新闻人来说啊 这个就是啊 这个这个什么看热闹的不怕事大 希望事越大越好